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高速公路上车速都是比较快的 那为了保障大家的行车安全 行人是严禁进入到高速公路的 可是就在10月30号呢 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白城分局的民警 在日常巡逻的时候呢 却发现了一名老人啊 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徘徊 民警立即上前询问老人的情况 姨妹 你家是什么腿的 高老我 高老我 这是当天下午4点钟左右 发生在双嫩高速上的一幕 当时白城分局的民警正在进行日常巡逻 发现这位老人正在高速公路上行走 在之后的沟通中 民警发现老人并不能说清亲人的联系方式 以及自己是怎么进入高速的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 民警在老人身上发现了一个东西 这不是定位器吗 是不是定位的 定位器 这个看 这个能打电话 这个能打电话 几秒钟后电话接通了老人的儿子接的电话 民警在告知其具体位置后挂断了电话 连接你儿子了 一会儿把这连接你儿子 女儿子进来接你了 带上吧带上吧 二十分钟后 老人的儿子急匆匆地赶到了现场 原来这位老人患有老年痴呆症 家人怕他走丢 所以才佩戴了定位器 他家就住在附近的村屯 全家人已经找了四五个小时了 幸亏这老人在高速上遇见了民警 老人的儿子对民警表示万分感谢 民警嘱咐他以后一定要开护好老人 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双都市 易阳 编辑报道